今天台北股市的焦点 今天台北股市锁定 就是在这个双王的股东会 在这礼拜都要登场 今天打头阵的是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上午就要开股东会了 那当然说了什么是打关键的焦点 尤其对于在今年的下半年 甚至是在中美关系之间 在台电订单甚至财测的部分 会不会有机会做调整 都是今天在股东会上 可能要出来说明大家股东 强调的重点之一 好 不过台积电前 这一波的这个时间当中 外资对台积电是站在了买方 这个说明了什么样的意味吗 在今年的行情 怎么来掌握跟解读 节目上请到专家 实际上常见温伟杰 伟杰早安 实际上早 各位官方大家早安 今天其实开盘之前 大家关注是台积电的部分 因为台积电现在股东会 今天就要正式召开了 那当然他对于接下来 甚至下半年 甚至半导体 甚至中美之间的这个说法 会非常的重要 不过在台积电股东会之前 其实从昨天以前 外资都站在买方 开始回补了 不像上半年大肆的到 那现阶段 台积电会有可能成为 在今天相信在盘面上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 伟杰怎么看 报道其实这个台积电的股价 让这个外资一直买 其实基本上 看起来好像是 是一个回补行情 不过我们从昨天的一些 台积电相关的利多 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基本上外资呢 大部分的人是看好 这个台积电 不会受到华为的影响 但其实还是有少部分的外资 认为其实华为的影响 对台积电来说 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其实 在台积电下半年的 这个看法上面 就会出现一些分歧 那当然看好了 就持续的进场做加码 那如果不看好了 基本上 他们会针对于台积电 未来的营运 提出一些相关的问题 最主要的关键指标 就是台积电的这个资本支出 这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有讲过 也就是说现在目前呢 当这个台积电在未来一段时间 不供货给华为之后 这个华为的营收缺口 由谁来地补 目前呢 看起来是由美系的客户 去进行地补 可是美系的客户 真的地补得了这个缺口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这些美系的客户追加的订单 是真的看到了下游的有效需求的增加才追加的订单 还是它其实只是一种变相的强迫台积电进入到去中化的过程 这个是我们要特别留意 因为如果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属于这个异象上面 就是说它是强迫台积电去进行所谓去中化的一个发展 那么这个订单是随时可以取消的 那对于台积电的营运来说 就不见得是一件这么好的事情 所以当全市场都在讨论台积电未来的发展 应该不会受到华为影响正面乐观同时 其实大家想到 以现在目前美国的消费者的市场来说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稳定 包含全球的经济复苏力道也都非常的不稳定 而且包含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存在 所以其实这一些美系的晶片客户 到底是真的看到了需求才下的订单 还是其实它真的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味而已 就让台积电说你放心 我们会帮你把华为这个缺口给补上 你就放心的把华为给放杀 那如果是这样 那真的大家要稍微担心一点 现在目前针对台积电的气氛 是过度乐观 过度期待 所以我们要稍微看一下 在这个台积电的股东会上面 公司的一个发言 跟他针对未来的华为事件的看法 好 不过外资怎么看 我们稍微在新闻当中 带大家来细细的掌握 先来关心美股 美股好像真的也是疯了 美股在今天前的收盘 还在涨 对不对 好 其实美国股市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其实已经进入到了 比较属于算喷出段 那我想其实在这个 这个礼拜一的这个多方的跳空缺口 一定要守住 那就不会有转弱的现象 不过从比较波段上面的一个 技术面角度去做观察 它跟月线的乖离幅度相对比较大 那么再加上说这里月季线出现黄金交叉往上扬的同时 其实按照技术分析的理论来说 当你出现黄金交叉之后 其实一定会有一波的回撤 那不管是回撤到月线还是季线 其实对于美股来说 中线上面的一个走势都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只是说在未来回撤到月线这附近的时候 就会变成是这一波反弹最重要的强弱分水岭 那季线的部分后续我们再去做掌握 那比较要担心的就是在成交量的部分 它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回温 那它是属于一次大涨之后量就不见 量就不见 所以其实在美国股市当中 稻穹工业指数里面 它是30档成分股 大概除了苹果算是这个科技股以外 其他的成分股大概都是比较偏传产 那最近我们看结构图什么在涨 传产股在反弹 传产股跌升在反弹 什么在反弹 能源啊 重工业啊 基本金属啊 航空啊 昨天晚上的波音大涨 所以也带动了稻穹工业指数继续创高 所以大家特别留意哦 稻穹工业指数它代表的是传统产业 好 那我们看下一个NASDAQ 板块最大的是科技股 所以呢 你看到 在传统产业跌升反弹的过程当中 其实科技股看起来指数好像也慢慢的往上垫高 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 等一下我们来看结构图 好 费城半小利指数呢 也是持续 并没有持续哦 你看 哇 费半指数它是科技类股的一个领先指标 它是怎样 昨天呢 盘中还去稍微回测了一下 礼拜一的多方缺口的支撑 然后再往上去进行垫高的发展 但是它有没有过高 没过高 所以其实费半指数 这两天的走势在短线上面 就构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疑虑 为什么 因为如果按照科技股市比较好的发展 半导体领先反应应该是持续创高 但它没有持续创高 表示在短线上面 它都有出现封闭缺口的疑虑 结果短线上面它可能会休息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结构图 结构图的部分我们先把科技股的全资股抓出来 亚马逊 Google 脸书 Netflix 在这里 然后呢 NVIDIA Microsoft 苹果 来 这就是尖牙人嘛 对不对 好 尖牙人 好 你看哦 亚马逊是涨1.65 Netflix没涨 Google跟脸书没什么涨 微软跟苹果没什么涨 更重要的是 NVIDIA竟然在下跌 各位 NVIDIA是台积电的客户 台积电的客户 台积电在涨 它的客户在跌 你会发现出现了一个很调诡的情况 跟之前台积电法说会之后的表现很像 台积电在4月份的法说会之后 它看好下半年的未来嘛 对不对 然后说今年的营收会大幅度成长 在这个法说会结束的当天晚上 台积电大涨 可是它的客户 NVIDIA AMD Avago 这些属于它客户的高通啊 股价都下跌 股价都开高走低 都开高了连续三天 所以大家特别留意哦 这个很奇怪 因为台积电它是承接晶片的这个订单 所以照理来讲 应该是上游的晶片订单的厂商先涨 带动台积电去上涨 而不是台积电的上涨 带动它的客户上涨 这是不对的结构 所以你各位看到 在科技产业的部分 结构是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改变 到目前为止经过了两个礼拜 还是这样哦 美国股市强势科技类股 并没有转强的现象 另外呢在金融股的部分 反而是持续的低档续墙 低档续墙 所以记得美股的结构 高档科技股转弱 低档金融股在转强 这结构就不对 不是供给结构 不是供给结构 那你看 刚刚我们讲到稻穿为什么大涨 能源类股在大涨啊 公用事业在涨啊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在美国股市的结构 似乎有出现一点变动的一个状况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在美股的部分 那其实有跟流动性 然后跟指数 还有在它未来的 12个月的EPS的预期 去进行一个对比 那这个往下东盘呢 这个我们就不讲 因为这已经过去了 那现在目前带动整个标普500指数 在往上涨是全球的流动性 所谓的流动性就是资金 大家都喜欢讲热钱 那我们就讲热钱 高级一点就讲流动性 流动性呢还是在增加 所以呢它把标普500的指数呢 也一并的往上带 那但是呢 它基本上是跟基本面是远远的脱钩 那这其实不正常 所以它涨越高 回归到正常均值基本面的幅度就越大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 未来一旦股市在下跌的时候 那个力道是会很恐怖很惊人 好另外我们来看下去 好这个是这个类似像恐惧跟贪婪指数 类似恐惧跟快乐指数的模型 那在昨天之后呢 美股再一次大涨之后 它创下了2002年以来的新高 2002年以来的新高 也就是说现在目前市场上 投资人的情绪跟投资者的 这个下单的状况 都是异常的异常的看多 情绪非常的乐观跟正面 所以昨天我们看的是这个CNN的统计 我们看一下不同机构的统计 也就是代表着现在美国股市 正处于一个投资人信心爆棚的状态 我只要把钱丢到股市 我觉得是一定会赚钱 类似这种概念 就类似这种概念 所以呢有时候呢 我们就常常会讲 这个乐极会生悲 那什么时候会生悲 我们再帮大家掌握一下 它的恐惧贪婪指数的一个变化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 为什么我们会说下半年 美国的实体经济 还是存在了非常大的不稳定性 因为现在目前呢 美国的中小企业的破产加速 相较于去年的同期 这是五月份 相较于去年的同期 增加了48% 增加了48% 创下金融海啸以来的新高 创下金融海啸以来的新高 也就是说 美国的实体经济 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中小企业支撑的成分 是比较高一些些 那当这些中小企业呢 撑不住 开始在濒临破产跟倒闭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说 重启经济之后 这破产潮就会结束 不一定 为什么 因为现在所有的中小企业 在面对纾困案的时候 基本上很难申请得到纾困案 当然是银行端有益的刁难 为什么有益刁难 我银行就要撑不住 我要面对的是 更庞大消费者 付不出钱来的 这个偿付危机 我当然要把钱留在我手上 所以呢 我不是不让你申请哦 我把难度提高 门槛拉高 你申请不到 然后另外呢 这些中小企业组呢 也要让员工回流到公司之后 我才能够去申请 政府的补助金 可是员工选择不回到工作岗位 我就没办法申请 所以现在破产的状况呢 是越来越严峻 下个月预估呢 这个破产的加速 也会持续的增加 所以其实在下半年 你要想哦 当中小企业在破产的时候 这个加速在增加 代表失去 永久失去工作的人 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看到 上个礼拜公布出来的 非农就位人口 即便比市场上预期来得好 都不代表 未来下半年 美国股市就会正式的脱离危机 这是不一定 所以现在FED在针对中小企业的纾困的门槛上面 强迫银行降低它的门槛 那至于降低门槛之后 银行会不会有心跳花招来刁难这些中小企业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因为当中小企业撑不住的时候 它会影响到的是普罗大众 那普罗大众被影响到下半年的消费力道 就不会如同川普所预期的那么样子的强烈 当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 其实也是会影响到台湾供应链的表现 好 就是在美国的经济层面 跟美国股市目前现阶段的表现 不过讲到美国 讲到中美之间的竞争 在新闻面当中 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华为 华为的确 现在好像真的受到了中美贸易战的相关影响 现在都有最近消息传出 专家认为了 说华为的库存晶片 现在可能只能撑半年 也就是说可能到今年为止 华为的库存晶片就没了 那如果接下来美国的禁令持续 甚至接下来供应商也受到影响的话 对华为来说是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 好 其实现在看起来 这个华为 它在经营手机的这个业务上面 是出现了很大很大的困难 那所以我们就要回过头来想一件事情 华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其实它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它有可能会去缩减手机部门的业务 这件事情我们当时候提出来 有跟大家讲说你一定要放在心上 因为当它经营的难度越来越高 成本越来越大 它没有办法去负担的时候 它势必要关闭某一些部门 来去发展它的整个5G基地台的一个状况 那似乎现在看起来华为在过去 以5G基地台起家的这个过程当中 手机的业务似乎是支撑 5G基地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基础 但是它到目前为止受到美国有意无意的凋难 其实应该都是故意的凋难 那所以在手机的部分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关的危机 那当然会影响到国内的一些相关的供应链 包含像是台积电这种代工的联电也是 那其他的包含像是这个环球晶 因为环球晶它是供货给台积电 它必须要有细晶元才有办法去切晶片 所以这有相关联系 基本上其他的大概就没有什么跟国内有关 另外我们看到在台积电的高阶制程的订单上面 这个都是国际厂商 那另外我们看到在台积电的高阶制程的部分 在第四季的7奈米跟5奈米订单的部分 华为海斯订单的变化 基本上这边已经没有了 那现在就是谁 高通、联发科跟超伟听说要来补 然后另外苹果好像也要来补 好那这个补能够补得起吗 我们刚刚一开始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美国下半年消费力道不稳定 所以这些厂商他真的有看到消费力道吗 我们回过头来就讲 有没有看到消费力道成长才去投片 如果你没有看到消费力道去投片 那代表这订单很快就会被取消 因为没有那个需求 干嘛就能够订单增加自己库存的成本 所以其实大家特别留意 华为缺口是不是真的能够被这些美系厂商 回补 就是去补掉这个缺口 这是一件大家思考的事情 另外有没有这么多真正的有效需求 这个也是大家去思考的事情 另外美国在整个针对华为的禁令上面 它是扩大到 你如果是用我美国的设备制成 还有它设计的软体去进行晶片的设计 或者是生产制造 通通不可以供货给华为 换言之 现在华为你要去找联发科也好 你要去找三星也好 你要去找其他的厂商 有一个最重要条件 你不能够用美系的设备 或者是设计平台帮它做晶片 而美系的设备跟晶片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早就已经深入到全世界20年 市占率都已经超过8成以上 所以华为找晶片难不难 很难 那如果华为找晶片很难 手机做不出来 它有没有可能会把手机部门结束 这个是后续比较大的影响 大家特别观察 一旦华为把手机部门关掉 那其实造成全球供应链的影响 就会非常非常的巨大 这个是大家后续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好 那至于在台北股市当中呢 带大家来关注一下 在外资部分 外资在最近呈现了 连续六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目前热情还是持续涌进了 股汇市当中 不过现在投资能到现阶段这个位阶了 大家都很想关心 到底台北股市是继续往上涨呢 还是说在这个地方 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些关键的变化 或是转折 在选股当中 在这个阶段 伟杰怎么看现阶段的台北股市 好 其实这个新来币汇率升值 这是短线的现象 因为就目前看起来 美元是继续的贬值 那美元贬值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欧元上涨 那美元指数的这个成分股里面 欧元是占五成以上的这个权重 所以欧元在升值 美元就贬值 那另外从美国的这个美元的这个贸易加权指数来看 也是呈现贬值 也就是它对其他27种货币 新台币有在里面 这个美元指数 会的这个贸易加权指数里面 那对新台币也是贬值 但是同一个时间点 你看到美元对其他的亚币都升值 但是人民币对其他的贸易对手国也是在贬值 所以你会看到美国跟中国这两个非常大的经济体都在进行贬值货币战 好 我还是强调一个重点 新台币的汇率能够强多久 就变成是外资能够买多久的关键指标 虽然它现在是连六买 可是新台币会不会因为出口的贸易压力 现在的出口已经是连三黑 现在目前台湾的出口连三黑 那它的订单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当它订单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 会不会开始为了要帮助国内的厂商进行适当的贬值 一旦新台币开始进入到贬值的发展 很有可能现在看到这些连六买都可能会泡沫掉 就没有了 那所以大家不要太过乐观 我们不是说看坏台湾的未来发展 而是说在现在全市场都在疯狂的同时 要保持一定的理性 你要去理性看待现在的市场 你就知道 对 现在指数跟基本面是脱钩 所以没有基本面的支撑 指数一旦泡沫的时候 它拉回的速度很快 你承担的风险就会很大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非常留意 接下来的一个发展 好的确 那接下来看到是在双王的部分 在今天台积电要登场股东会 接下来明天警戒的是大力光 大力光现阶段有传出好消息 它旗下的这个新沟光学有接下大单 同时外资对双王的看法 在最近来说 在昨天也是往上调升了 韦阶怎么看双王接下来的表现 好 其实在这个台积电的部分 我们就大概看一下 2330的台积电 李洋跟Morgan Stanley 对台积电的看法是不太一样 那所以它会有一些疑虑存在 不是没道理 那我们就把前一波高点连一个 这个连线 那这个就是变成是短线非常重要的支撑点 这是不能跌破 前波高点跌破 那这就假突破了 这一样的分析 那另外呢 外资最近买超的力道也不太强 所以今年以来 外资在买台积电 都有点零散 都有点零散 买超的力道都没有很集中很强大 好 那另外呢 在3008的大立光 昨天创下的波段性 终于过高了 那外资的回补买盘 其实也没有很连续 就是断断续续这样子买 那在创高的过程当中 利用的是一个大量冲价 大量冲价格 其实在后续上面 其实都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如果你是要展现 筹码稳定的往上冲 你的量都不会增加 量都不会增加 那如果你是需要大量往上冲 这种就不一定是外资的买盘 好像有可能是假外资 当然这个我们没办法证实 所以我只是提醒大家 在带量往上攻的同时 这个昨天的低点就非常重要 是不能跌破 昨天第一点只要一旦跌破 这个大立光就结束了 大立光就结束 所以其实在接下来 双王的法说会 这个股东会上面的一个 看法在下半年就非常非常重要 那当然大立光旗下 这个所谓的这个光学 这个隐形眼镜的市场 是慢慢的增加 街道的定带也增加 不过现在目前 对大立光的营收影响来说 不太大 那未来五到十年 是有机会慢慢的成为 大立光在转投资上面的 一个经济母 那所以大家还是可以留意一下 在大立光旗下转投资的 这个过程当中 这一间新欧光学 未来的一个发展的状况 好 不过大立光是股王 在二线光学当中的 郁金光最近是 涨幅是蛮惊人的 现阶段五月营收 也表现相当的不错 整个光学类股当中 尾杰怎么看一线 有没有可能带动二线 也跟着目前有往上攻的态势 好 我想去郁金光 大概不太需要看基本面 它虽然说营收还好 那我想其实它大部分都是 市值管理的角度出发 所以在这个郁金光股价上涨的同时 大家特别留意 现在目前它的整个本益比 都还是比较偏高 那所以大家特别留意一下 在涨高之后 有可能会出现回调的风险 好 那接着关盘重点 韦杰带大家来掌握一下 好 其实跟大家讲一下 在这个资金外溢的部分 外资会买超 也就是说在美元贬值的部分 外资会买超很正常 但是什么时候 新台币会出现贬值 就变成是外资能不能够 连续买超的最重要的观察指标 所以新台币会不会贬值 就变成是未来影响台北股市指数 会不会再定高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